第二个我们得判断什么 判断球的左右 是吧 有的时候对方给我正手的时候 我会愣在这 我很认真在准备 然后对方顶我的中路 或者顶我的正手的时候 我会愣在这 我会不知道动脚 不知道脚下去找球 下面呢 我教大家怎么判断 然后我教大家怎么启动 第一个关键点 大家仔细看 他在出直线或斜线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可以从他的身体上找 大家看一下 我发斜线 再看一下我发直线 一般的球友在发直和斜的时候 他的身体站位有可能是什么 往前站一点 或者是他在发这种直线的时候 他怕他发出戒 他可能是稍微往前小窜了半步 也有可能他站在原位置 斜线的时候是这样的 直线的时候是这样的 他的身体角度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 你要仔细观察 所以呢我们可以通过他一些动作习惯来看 第二就是他的拍面 所有在发球这一瞬间 拍面和拍头指向哪里 我慢点做啊 大家看 这是一个什么 明显的直线动作 这个直线是怎么出来的 在他接触到球的时候 在他接触到球的时候 他的拍面走向 他不可能是这个角度 再换成这个角度 他在接触到球的时候 你要观察他的拍面走向 向斜线还是向直线 我们在对面的揭发球的时候啊 我们的状态一定不能愣在这里 我们更多的是要干什么 盯住他出手这一瞬间 就是他拍子跟球 击球这一瞬间 那么我所有的注意力都在他击球这一下 当他出球这一下的拍形和拍面和身体动作指向你的正守卫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要充分的进行移动 如果说这个球 他已经过往了 我们才知道动脚 肯定是来不及的 所以我们的判断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他在出手这一瞬间 球在运行轨迹运行过程中 我移动步伐的 这是一定的 大部分在这个正守卫和中路长球的时候 他们都会以速度为主 那么以速度为主 我们就要注意什么 第一个 我的脚在准备进行出手的时候 我肯定不能往上跳 一旦重心一高一往上起伏的时候 过去的落台落地点就会慢 所以你的脚应该平行进行移动 你看 什么叫平行进行移动 就是我的上半身不能蹲起 或者是起蹲 这都是不对的 平行移动是减少我们在移动过程中的速度 我们在移动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上半身前倾 在前倾下来之后平行进行移动 看我的肩 拉 搓 攻 都是这样的 所以说我们在来球以后呢 我们一定是保持我们身体的平行移动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我们会有个人的肩龙盾度 其实是有个肩龙盾度 然后 并然还是不是这样的太流行 我们的肩龙盾度